NEO 了世紀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賽特人 這才沒猜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初始點位11點鐘方向的 西班牙人HART選擇的文明 西班牙人特色每點一個科技史可以獲得20黃金 這個效果讓他很適合打這個黑棒棒開學 點下織布技術之後可以按出3棒棒 西班牙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而且他的兵工廠科技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研發 非常的舒服 後期可以打出遊俠 中期城堡時代可以打西班牙征服者 都是不錯的戰術選擇 西班牙人他垃圾兵是全滿狀態 所以他可以打戰毛兵槍兵大落馬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唯一缺點就是火炮 沒有這個溝通控制師 他的火槍和火炮也是攻擊速度比較快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賽特人 賽特人這邊特色是他的步兵移動速度非常快 而且伐木速度是有最快的文明 賽特人他的打法還是圍繞在工程器跟步兵身上 他的鬆爛武士可以當作他的起兵使用 他也有遊俠 但缺點是沒有三級馬凱跟品種的關係 所以用起來會稍微弱一點 工程器方面是遊戲裡面最強的 因為他有賽特狂熱 可以讓工程器的血量變得最強 最多的一個文明 而且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加成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 右邊的這塊黃金 還有這塊黃金都是不錯的位置 這塊可能會稍微有點尷尬 但是蓋個TC可以防守 問題不大 前面可以再補個城堡 也可以作為防守 左側的位置看起來主經在這裡也還行 這邊可以圍起來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應該也是OK的 但是體來說要圍起來不是太麻煩的事情 只是要花一點資源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ART的地圖 HART的地圖就很糟糕了 這個主經在正前方 讓MBL有相當好的進攻機會 那左邊這塊黃金的話也是有點麻煩 也是偏靠前 但還好後面應該可以插個城堡防守 但是只要靠前 MBL就可以在這個空地插寶 控黃金也是相當麻煩的 而且這個地圖來說 對於HART也不太好圍 這個要圍非常非常大才行 所謂這樣子圍 突然小圍回來 但是不管怎麼圍 都要圍得非常大才行 這個資源耗損也是很可怕的 好 那HART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打一個17P 極限升級肉馬 好這邊可以看到 西里巴雅人點下支部之後 是有70塊錢的 所以他可以按出3隻棒棒去拷人 但是HART這邊是打極限肉馬 所以不會有棒棒出來 那為什麼知道是極限肉馬呢 因為通常喔通常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去偵查的話 他這個時間點 他還沒有下軍營 那就是他不會去打棒棒開局了 如果他是要打棒棒開局的話 他會在點風靜時代時候 大概在7分鐘左右的時候 敲好G1 然後開始把這個棒棒安出來 到玩家的話大概是8分鐘 或是8分半左右的時候會到 如果越高端的玩家 這個出場時間就越快 但是以一般玩家來說 8分半應該是戳戳有儀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HART是走一個極限公兵 而不是極限肉馬 欸 有趣嘍 HART利用自己的 研發科技獲得20斤的效果 不挖金按了兩隻公兵前壓 這一套招數有料嗎 好大的一個槍兵出門了 很快喔 10分鐘出 出門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是 兩隻公兵能帶的影響力 會有比肉馬 前期來的好嗎 好 這是 需要打一個問號的喔 好 公兵過來 MBL這裡補很快 毛病已經出來了 馬上就偵查到了 你這個打公兵開局的 沒有了想要上 快要這一波 上面高打第一 先把槍兵解決掉 再去幫後面的毛病打下肉馬 好先收掉公兵 槍兵在後面想要戳 好但是毛病一直被打 有點難受 先把槍兵搞定 搞定了 回頭打公兵 但是前方的肉馬有點無雙 還在輸出 好不管了 先把這兩隻毛病搞定 好 MBL 最後是拿下了 這邊的 所有的單位喔 西貝亞人這邊 果然 攻兵開 確實是有點 不是這麼的給力嗎 比如說 HART有想法 但這個想法 能不能讓這個戰術成立 又是越來越回事了喔 好 肉馬這裡還在打 直接打死了兩隻毛病 回去收掉肉馬 但是槍兵也是戳到了一下 這一波HART有點賺 但是自己的單位有點損失掉 好 轉出了肉馬 最終還是得轉肉馬 不然真的扛不住 所以不管怎麼說 現在這個吸力無節奏 先走肉馬的節奏 一定是 也不是說一定啦 大概七八成的 這個遊戲解釋會更好 然後之後再轉弓兵 上城堡時代 接續奴兵接騎士喔 這個戰術還是比較實用的 那目前 看起來這個肉馬 有點難控 肉馬 好 掩護一下村民回去 給村民回家 看這個破口 是NBL唯一可以打破的地方 看現在兩邊都是打一個 毛兵配肉馬 防守勢 好 這裡把兵工場往外蓋 想要讓自己的戰場 有點變化 好 不要讓他那麼好的輕易的 打過來 然後自己有個開口 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好 NBL這邊有帶槍兵 哇移動速度這麼快啊 1.15啊 肉馬的跑速1.55 這個步兵只差0.4而已 好現在兩邊看起來不會再開打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 這個村民 看起來沒事 欸欸欸要上了吧 看起來要上了 這一波肉馬先打了 村民的血量 血量被摸到有點低 選擇往後拉走 好一隻肉馬在往面倒 那現在兩邊都準備要來點一攻一防 但是HUT有品種優勢 西八人 現在優勢比較大 不過封劍真的開打 MBL要面臨肉馬沒有品種的劣勢喔 我是覺得 真的打下去會頭破血流啊 好在MBL這邊的重點就是 要趁對方沒有品種時候 先開戰 打兇一點先開戰 HUT這邊 品種沒有點 黃金還不夠 要100塊黃金 很變了喔 這邊優勢很巨大 現在有一攻一防 現在 HUT只有 一攻 現在這裡還有高地優勢 緊張了 HUT 終於點下了品種 好再打一下 很強很強很強 這波壓力給的很大 高打滴 稍微逼退 好夾住 再回頭反擊 好左邊肉馬 再繞過去 再擋一下 好這一波 HUT 終於有品種了 敢打了 但是MBL有高地優勢 正式能打的嗎 還是可以 血量硬扛 拉了村民過來補傷害 哇MBL最終是 打贏了HUT 但是HUT還是 打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就是MBL以小勝一隻肉馬 作為 結局 但是毛病的部分 有點劣勢了 好最後MBL的肉馬 全部送光 看起來兩邊這一波打的結果 是有點五五拍了 但是HUT被抓掉兩隻村民 所以經濟上來說 還是MBL領先 而且MBL對面還有伐木加速的關係 所以現在 經濟非常好的不得了 MBL這邊的賽特的 經濟就是很好轉工兵開 所以這邊城堡時代打工兵 而且可以快速點掉 點下這個彈道血 待會中後期要轉奴炮 現在這個奴炮也可以獲得彈道血的效果 好 所以攻兵轉奴兵 然後待會接個少量騎士或肉馬 都是很適合接下來賽特人的繼續打法 好MBL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好這一波 衝了進來 一直尻一直尻一直尻 尻掉了兩隻毛兵 再來 送掉槍兵 送掉洛馬 後面的槍兵直接硬吃嗎 會頭破血流嗎 不會 三隻洛馬火了下來 但是MBL左邊 毛兵加工兵 已經走到了後排 這一隻 工兵直接被村民手撕 村民直接高歌離席 最後拉了洛馬過來解決剩下的毛兵 好MBL這裡要前置工兵配身頭嗎 看起來有點像 好 生鱗彈出來 用可以招翔騎士 看到生鱗騎士傻眼 差一點招翔到 還好即時拉走 西班牙人這裡還沒有跟蹤技術 會有被招翔的風險 好等個200木頭 工程器製造所趕快拍趕快拍了 這裡拍下去就很舒服 要拍在高地上嗎 還是要拍在右邊的高地呢 還是直接拍在臉上 我是覺得拍在後面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高地一定會有優勢 好MBL有看到騎士喔 但是沒有打算招翔嗎 看到的時候來不及 剛剛想回頭招 但是騎士還是溜了過去 MBL家裡並沒有僧侶在防守 所以家裡要不要補個修造院呢 是要繼續給壓力就好啊 好結果 HART傳出了傳教室 騎馬生驢 應該是騎驢生驢才對阿 他騎的不是馬 是這個驢子阿 騎驢生驢的優點呢 有機動性的優勢 但是射程招翔只有7點喔 一般的生驢是9點喔 差了2點的射程阿 好這邊一招直接招到 好下方的騎士開始弄到MBL家裡 但是家裡是決定要轉槍兵防守 而不是要轉修造院 好還是被抓掉了幾隻村民喔 這一波MBL防守有點炸裂 生侶也是導光 怎麼辦後面這隻生侶也出不來 現在只能先夾住 後面這隻村民難討一死 好槍兵走出來了 好MBL稍微家裡被弄到了一下 但是很舒服的是3TC已經開弄了 好生驢 在修造院裡面休息一下 洛馬現在沒有解決 生驢是一出來就會死去的 好一隻洛馬站崗等你的老頭出來 但是現在MBL不出來 好結果家裡村民又被抓掉了一隻 現在MBL村民書66對61 村民差距5村左右 大特趕快開下了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些騎士做到了很多事情喔 已經殺了很多村民6村了 7村拿下 而且這裡有點異攻的關係 砍村民只需要4刀 這個擊殺效率相當的快速喔 好這裡兩隻生女直接原地站崗 想要控住你的修造院 MBL這邊要趕快按更多的槍兵 直接前壓去拯救修造院裡的生女啊 但是槍兵的問題依舊是追不到騎士 只要人家操作的好 還是可以抓掉很多村民喔 好這就是抓掉了10隻村民咧 MBL這邊的村民術已經跟哈特持平了 好哈特這邊點下來了 挖金挖石 惡奇拔木 一下經濟科技 神聖思想也點下了 哇這個神聖思想點完之後 僧侶的血量很多喔 會有65滴血啊 這邊他可以吃到品種的優勢喔 好 槍兵過來了 僧侶過來招翔 槍兵第一時間往後進攻 但是沒有遭到任何一隻騎士 正面的生女也不敢硬招 修造院的生女全部倒光之後 還有一隻又出來 繼續走 好這邊要抓到傳教室 有點困難 這個取驢子的生女跑的是真的快啊 好真的快真的快 好回來把血量拿起來 很可惜這裡傳教室的血量 都是殘血的沒有收下有點可惜 繼續招 哈神說你不擔心被我招翔嗎 那我就不客氣了 OK開招開招 招了兩隻三隻槍兵 還有一隻沒有招到 第四隻最後也招到了 最後獲得了四槍兵 用招來槍兵直接戳指令生女 生女招了一隻槍兵 有點虧 好哈神終於要來轉型了 這裡轉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吃掉賽特倫的騎士跟槍兵 是沒有問題的 恩貝爾龍這邊有點要大難零頭了 好性騎兵直接一手手撕生女 恩貝爾龍還沒有放棄 這邊的生女戰 海戰 海戰 好但是修道院可能沒有辦法躲人了吧 只能出來 好出來就招翔 招一個殘血的 但是西班牙人這裡沒有點贖罪思想 所以並沒有辦法招翔敵方的生女啊 好兩隻騎士溜了過來 開抓 抓掉了一村 恩貝爾龍這一波有點小賺 但是哈神還沒有發現的樣子 欸怎麼跑去砍農田了 這個騎士打假球啊 欸欸欸 打假球騎士 我們砍農田 好 西班牙征服者 登場了 這個騎兵單位相當的難產 那如果要打贏 西班牙征服者 最好的辦法 就是出生女 或是戰毛 好 防守是最好 那不攻兵也是可以喔 但是 NBL這個文筆呢 用時代攻兵不能延續攻勢 所以出戰毛兵防守是比較 合適一點 然後就搭配槍兵去防守騎士 那整體來說 NBL越到後期喔 烈士的情況是越多的喔 因為NBL是主打工程器的文明 但是西班牙人的火炮呢 攻城 攻擊速度又快 是很好抓掉賽爾特人的 這個工程器的喔 好 NBL這波槍兵直接硬扛 但是對方有高低優勢 直接高打低 打爆了大量槍兵 左邊這個城堡 能夠爭取到時間蓋好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個洞給圍起來 後面西班牙征服者 還在扛 這裡大量槍兵直接硬戳戳掉了非常多的嘛 但是NBL還沒有放棄 槍兵還在按 最後城堡 就可以 如愿一場的建立起來 哇 最後一波 黑波槍兵 賺到了很多 他的蛇斯 送掉了很多的嘛 好 招響一隻 哈特地用時代 還有兩分鐘 異端審判也研發好了 好 點完異端審判 就可以讓傳教士的招響射程加1 這樣跟一般的生理只差一點的射程 而且還擁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優勢 稍微再點下金罐 點下金罐 不是金罐 這個 這個叫什麼 印刷技術 射程呢可以高達11點 而且一端審說 一端審判 點完之後呢 還可以獲得 這個招響的速度 讓自己的招響的等待時間變得更短 所以這個非常難產 可以抵掉一個前程科技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NBL有沒有打算要點一個前程喔 稍微抵消一下 好 NBL這邊是決定喔 打松嵐武士 OK 松嵐武士很好用 可以直接當騎士來用 重點是造價便宜 移動速度又快 跟騎士的速度只差了一點點喔 一般的騎士是1.5 1.55左右吧 1.45左右 西班牙復服者是1.43 所以西班牙復服者 只要多出一點 應該就能坦得住 賽爾特的松嵐武士了 好 這一波生女直接招響了5隻松嵐武士 哇 這個招響太猛了吧 6隻全招 這個手術真的快 NBL這一波直接被換光 好 帶領經濟來看呢 還是NBL領先喔 賽爾特人的伐木速度真的快 經濟擴張也是很快 很快的喔 好 現在農田樹已經來到了40片田 接下來 農田要再繼續灑 城堡 蓋的位置也會顯得很重要喔 好 最新頭司機 還不能按 現在哈特 第翁世代上的比較早 好 西班牙復服者抓掉了 這些松嵐武士 後面的勝率有招響到 後面騎士又過來 這一波多謝 NBL沒有受到傷害 好 左邊的松嵐武士 最後躲在了這個術蟲裡面 射射發抖喔 欸 找不到我 好 開始要進攻了 守城戰法 直接圍石牆 圍住正面 讓你的松嵐武士 不能衝出來 扁我的巨型投資金 NBL喔 這邊還要等一段時間 才能獲得更大的優勢 但現在肉有點不太夠 待會精銳升級松嵐武士 有點困難喔 好 兩百肉 現在要存些肉 肉不太夠 村民直接被應召 MBL直接損失了三隻村民 哇靠 這個應召 村民也是很凶狠 好 戰毛兵趕快點 好 帝王時代 終於升級上去了 好 但是前面城堡還扛得住嗎 有點難受 好 現在 鑽兵技術 還有 重型狄根 二級農田 進殺技術 依序點下了 看來是想要走森女戰 但是西巴人這邊太專注走森女戰是ok的嗎 好 點下了霸權 拿村民的血量 體質就會有大幅提升 不太容易被擊殺了 而且 看情況還可以 拿村民去打架 那MBL這邊則是按了非常非常多的 戰毛兵跟松嵐武士 作為防守 工程器現在還沒有使出來 只有按了一些巨型托斯基 請問這個城堡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擋 還是要駐守之後一塊區域呢 那如果死到這裡來的話 可能就沒什麼救了 所以這邊 可能還是要稍微想一下 怎麼如何解決巨型托斯基的問題 最好的辦法 還是用松嵐武士直接硬吃 精銳趕快點下 對於後面的戰局來說會更好 好 果然是要先點松嵐武士 西班人這邊也就是要轉出遊俠應戰 會更好打一點 因為火槍兵雖然打松嵐武士有歪增上效果 但是只要一旦被貼到臉上的時候 火槍兵是完全打不贏松嵐武士的 所以最好是正面有這個近戰部隊 可以跟著他以私抗衡 像是什麼劍兵勇士啊 遊俠都是一個很適合的單位 但遊俠的缺點是貴了一點 所以不太適合 所以西班人這邊要打贏的方法 就是遊俠配犀增 犀增在後面幫忙輸出 打松嵐武士 前面遊俠坦住傷害跟輸出 是最好的陣型 但是HART的問題呢 就是黃金需要夠多 才可以擋下來 但目前附近的部分都已經守住了 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附近的問題 都已經依序守下了 所以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MBL這邊的黃金 能不能控制下來啦 那目前也可以控制MBL的黃金 就只有右邊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附近 這兩塊附近如果能控制下來 對於HART來說 是比較OK一點 好 HART這邊是點下的遊俠 還有分請拿開 好 開始在提升了 劇情投資 這邊高地反擊 雜到了一些僧侶 雙藍武士 上去反擊 後面聖女招翔 逼退雙藍武士 修到月圓直接 聖女衝出來招翔 哇這波招翔一二三 招了三隻雙藍武士 招完之後往後拉 雙藍武士不敢往上 現在在等三級攻 打量的雙藍武士在高地 MBL城堡 巨型投資機還在修 城堡快要打掉了嗎 還有一千滴血 但是HART的巨型投資機 也很努力在反擊 看能不能靠賽直接 集火點掉一台巨頭 好像有點困難 巨型投資機的血量還有一千多 看來沒有問題 西班牙征服者開始Poker 好快Poker對方的血量 消血 把對方的收藍武士血量消少 待會遊俠一升級好 遊俠往前A 有機會 但是人家依舊有高地優勢 結果後面城堡就是修不起來 來不及買石頭 HART太端住在控西班牙征服者 忘記要買石頭了 城堡直接爆開 收藍武士看到沒有城堡之後 直接上去 手撕 巨型投資機 後面的遊俠也在擋 後方的遊俠也衝到了後排 開始抓掉巨型投資機 第一台拿下 第二台也要被拿下了嗎 這一把巨型投資機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前線的巨型投資機殘血活了下來 最後MBL活了兩台巨頭 好這裡轉了一些槍兵擋下 MBL現在經濟很好 要轉大量槍兵跟收藍武士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反而是HART這邊有點危險了 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只剩下10隻 一隻生鋁的部分已經全倒 只剩下一隻生鋁了 這個傳教室影響力到地獄師在後期會越來越差 OK 那現在轉出了火槍兵 現在有遊俠彈在前面 後面的火槍就能安全的輸出了 所以不要只上火槍兵會比較好 就是這個原因 先上遊俠再轉火槍兵 好 遊俠還可以主動拳 開始進去裡面騷擾 槍兵還接不太到 但是賽特人的槍兵已經算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了 所以現在來說 MBL還沒有輸 只要部隊保留到好 槍兵有追到遊俠 就問題不大 有追到了 哇這波直接戳掉了5匹遊俠 太賺了太賺了 MBL正面突破 好 直接點掉 雖然我是過來 正面輸出 好 開始抓到後面的村民 火槍兵的傷害高達低有點痛 雖然我是被解掉的有點快 好這些槍兵 先扛著傷害 巨型頭11偷打火槍 好巨型頭11變成賽特人的工兵了嗎 這個工兵的射程有點長啊 一直在偷打 但是命中率有點感人 真的是有點感人啊 好 MBL現在 槍兵 射龍武士繼續按 怕特點下大洛馬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正面部分繼續往前推進 射龍武士繼續點 正面突破 槍兵一戳 好槍兵就繼續往前 戰寶兵好像有點扛不太住 好但戰寶現在有需要嗎 還是用大量的收藍武士A就完事呢 但現在兩邊的黃金量都來到了箭頂 西班人點下了兵工廠 準備要拿村民去敲人家的巨型頭刺機了嗎 OK 村民拉過來打架 現在 全民皆兵 當部隊量已經縮減到很少時候 村民就是我的工程器 西班人表示 這就是我的Style 沒想到吧 村民還可以拿來作戰 但是看起來這個作戰能力有點感人 好 正在槍兵擋下了這一副松爛武士 左邊又溜了進來 以成本來說 MBL有足夠多的續戰力 凡是HOT這邊 又打西貞 又打傳教士 又打遊俠的情況下 黃金很容易就枯竭了 所以一定要去打掉對方的腹筋喔 或是控制下來 才有可能換得以MBL 松爛武士的便宜的造價 不然就只可能只用火槍兵去慢慢poke 把這些松爛武士換光喔 才有可能打出更好的交換比 不然這個交換比來說 MBL是比較有優勢的 松爛武士真的太便宜了 黃金造價真的是省啊 好這波肉馬出來坦 但是肉馬要夾住這些 松爛武士跟槍兵也是很吃力 槍兵過來騷擾 肉馬過來騷擾 槍兵已經擋下 正在這面HOT有點快要扛不住MBL 感覺要逆轉勝了嗎 剛剛前期一直被壓制住 現在只靠松爛武士就壓了回去 非常的舒服 好正面已經拿下 松爛武士正面扛下 肉馬往前貼近 目前看起來 MBL現在只要出松爛武士 四處騷擾 應該就穩了 HOT這邊則是要按更多肉馬 去MBL家裡騷擾 能騷擾多少算多少 正面部分盡可能用火槍擋住 現在只有這個選項 現在黃金只能全部投給火槍兵了 所以這裡就意味著 如果HOT這坨火槍被吃光的話 遊戲就會結束了 所以MBL一定要找個機會 把火槍兵全部包起來打 家裡的防守還是要護 HOT這邊也知道自己的目標 肉馬也在按 去按到對方家裡 好 我們來兩邊 再嘗試突破防線 MBL的兩台巨型頭司也在打 但是松爛武士已經衝到了後面 開始抓村民 準備要來終結這場比賽了 好但是火槍兵依舊在高地處 獲得了上風的優勢 這個已經擊殺了多少隻啊 51隻的火槍 我的天 殺了51隻單位的火槍 好猛 好繼續抽屍機 開始拆除 成真動心要搞定了 好 突然武士往前壓 槍兵 現在有點難受 扛不住嗎 松爛武士 火槍兵只剩下6隻 松爛武士 有尻到大量火槍耶 這邊是不是還用巨頭偷打了幾隻火槍呢 看起來是 好看起來MBL 聖券在握了 後面松爛武士也在 也在打這個村民寶廢 想抓誰就抓誰 火槍兵只剩下少量的6隻 HOT很努力的在按火槍 那問題是 這樣還能打多久呢 這面的弱馬已經扛不太住 聖明術也慢慢在減少當中 好 但是MBL家裡其實也是 但是家裡還是有補收藍武士出來擋 但問題是HOT家 HOT已經被突破了 城鎮中心一動一動的倒了 聖明只能四處逃竄 這一波火槍還有七隻 HOT好像要沒了 收藍武士往前 火槍兵往後拉 繼續拉扯 這時候HOT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了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把HOT打的算是很不錯了 前期 但是中後期的問題 果然還是黃金能不能持續下去 繼續打正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西班牙人這兩根城堡 沒有繼續延續接下來的攻勢 沒有辦法繼續拆掉MBL的城堡 把這裡的黃金給拿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沒救了 MBL這邊正面者是太多部隊 要打一波的話 MBL反而是有這個造價上 造價的成本 而且持續進攻來說的話 MBL更有優勢一些 所以一定要打一波 HOT只要一波能打倒MBL的附金 那應該就有機會了 但這一把MBL確實是打得很好 槍兵也有在按 鬆爛武士已有按 只能說這個打法是真正有料 槍兵配上鬆爛武士 瘋狂A 加上巨頭的攻勢慢慢進攻 成功的搬回一城了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